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 我们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PEM2.5 那我们过去 我们曾经介绍 这个淘汰的电脑 不要丢啦 把这个电脑电源功用器 拿来做一个 再利用 那我们也教各位做这个 充电器 也教各位做这个手机充电 那 PEM2.5 到底是什么东西哈 就是说 这个它的 空气中的一个悬浮的一个颗粒 小于 这个 2.5微米 的颗粒 就是PEM2.5 那为什么会被这个大家重视 因为 这个颗粒 就到这个 尺寸的 以下 就很容易透过你的汇泡 进入你的血液当中 所以它会引起高度的重视 因为 小于2.5 就等于你的血液 就暴露在空 在这个污染的环境当中了 它就可以直接 渗透进你的汇泡 然后随着你的血液 将这个污染的这个东西 带到你的全身 这才是它的严重的地方 那因此呢 各个国家 都有定定这个 PEM2.5的标准 那当然我们环保局都有规定 都有定定标准的 那可以到他们网站去参考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这个 什么标准 那我们就是要 要教各位 如何我们自己来 这个DIY 这个PEM2.5的检测的 这个运用 那我这边呢 这个机器就是我们 一系列的这个 淘汰的电脑不要丢 那一直做下来的东西 那做到最后 这个就是一个手机充电的部分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这个USB的插孔 来配合我们这个 PM2.5的这个 小小的这个 这个 检测仪 来做一个PM2.5的检测 那我们首先把 这个电源公器打开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插上去 一插上去它就亮了 好 那 既然侦测空气嘛 它当然有气流 这边有一个风扇 好 它就这个一个风扇 这个造成一个气流 它可以侦测 它可以侦测空气里面的 悬浮颗粒的一个 含量 它里面它有一个雷射光的一个系统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的 这悬浮颗粒的一个重量 重量就是4维克 就是一个立方公尺里面 有4个维克的这个颗粒 当然这个重量是越低越好 那一般 你如果说在15个维克之下 都是算是相当有良的 那当然每一个国家有它的标准 那至于标准怎么样 各位可以上网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们今天只针对我们这个 这个检测器 我们来做个介绍而已 原则上这个 它有三个灯号 目前是亮蓝灯 蓝灯是在0到50 它都亮蓝灯 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 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如果是50到150 它就变成绿灯了 那绿灯就是有点中度污染的 那超过150维克的话 它变成红灯了 那就是严重污染的 那这个就是至少 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的 一个检测参考 你如果说当天的空气 这个比较糟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应变 带个PM2.5 防护的用的口罩 再出门 或是说 你也可以来侦测你家里的一个环境 其实 因为这个包括抽烟 烧香 还有这个烤肉 炒菜 都会有PM2.5的 产生的这个问题 所以 你也可以将PM2.5这种检测仪 拿到你的厨房 做一下检测 可以对你的环境做一个改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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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